恒大确保12月份交楼3.9万套 根据恒大集团官微消息 12月26日晚 恒大召开复工复产保交楼周立会 总结了12月复工复产情况 截至12月26日 恒大全国项目复工率为91.7% 较9月初保交楼适施大会时提高40个百分点 复工人数8.9万人 在北方多个省份进入东西期的情况下 仍较9月提高31% 许家印在会上表示 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指导下 在上下游合作伙伴 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恒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集团上下全体员工通过几个月努力拼搏 复工复产保交楼工作出现成效 但复工复产不是目的 保质保量向业主交楼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阶段 还要继续千方百计增加复工人数 切实提高功效 以最大力度保证施工的进度和质量 自公司陷入困境以来 我们在9、10、11月的交楼量都不足1万套 但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 12月份集团有115个项目计划交付 这个月还剩最后5天 我们必须全力冲刺 确保完成本月交楼3.9万套的目标 据统计 目前80%以上的主体装修单位 恢复了与恒大合作 80%以上的长期合作材料供应商也恢复了供货 签订了6869份材料供应合同 新的材料供应模式 对保焦楼最后的精装工程起到关键作用 对保焦楼最后的精装工程起到